為什麼撞人就跑 為什麼立下 肇事逃逸的流性駕駛 被警方移送第眼署 免得鏡頭頭低到不能再低 但前天撞到人時 態度可不是如此 高速強烈撞擊瞬間 機車引爆巨大火球 重機騎士還飛了起來 重重摔了兩圈落地 但看看肇事駕駛 撞擊當下 從駕駛座車旁跳出後 沒有上前查看騎士傷事 反而看了一眼 立刻轉身跑往橋下 肇事是說他撞到的第一時間 他看到他非常害怕緊張 所以他把車子遺留在現場 他把他人是坐騎乘車 到台北市的零下夜市那邊 自小客車被撞後 繼續逆向往前 衝了四五十公尺 撞上路橋橋蹲後才停下 車子擋風玻璃破裂 車頭保險桿全毀 而重機則是整個燒毀 呈現燒黑支架 汽車本身的他的安全去廊 都爆掉了 然後趙澤撐說他自己有 氣喘然後害怕 是從車窗跳出來的 74年次的重機騎士騎著黃牌車 這一撞右腿骨折 臉部雙手腹部45%的惡度燒傷 送醫後宣告不治 警方根據車牌在案發後三個多小時 把趙氏駕駛從家中帶回警局 趙濤的流姓駕駛 七五年次說自己是做出工 有槍炮前科 聲稱因為太緊張了才會逃跑 但再看一次畫面 撞擊瞬間疑似油箱起火燃燒 趙氏駕駛還違規趙濤 現在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得張凱亮夜银貂一致 台北報導 北斗 北斗 好